早安 今天我們要來我們在芬蘭這邊的第二個環學廠 然後他也是在這個國家公園裡面 在這個國家公園裡面 他可以滑雪也可以騎腳踏車 可以健行 我剛剛看他的價錢 他上面價錢還是寫39塊 對 然後上網 網路上是32 所以我們現在網路上租的話 我們是32塊 有板子跟binding 那他這邊有租其他雪具的價錢 就是分 要幾小時 或者是幾天 這樣子 這個SkiPass 是我們上次在Levi那個滑雪廠買的 他是跟這個也可以共用的 看起來他是一個集團 SkiData的集團 你看他這很多國家的雪廠可以共用的感覺 然後在他的入口這邊 他這裡有簡單的小的磨毯可以上去在這邊練習 然後左邊這邊有一個T-Bot 然後那邊有軟和Lift 所以看起來這個是比較適合Beginner來的地方 只有這一區 但這個就是非常Beginner可以來玩 就是這一區可以適合Beginner 在Levi那邊反而沒有這個東西 可是Levi的線比較平 他這裡很多都是黑線 對 上到上面去的話很多都是黑線 看那邊就很陡啦 對 然後他這裡有一個咖啡 好分 上去了 好那今天是我自己個人的日子 我就去幾個咖啡廳走售看看 因為這雪長好像比較多黑線 所以 我就想說 可能看看晚一點的時候 來租最後兩個小時 來玩這個Beginner玩的東西 好那我現在我自己想要來我們租腳踏車這邊 附近有一個咖啡廳 昨天有看到很漂亮的一個咖啡廳 想說我來這邊看看 哈囉 這裡有個好大的位置 然後牆上都有掛車 哇很漂亮 我現在搭到上面了 然後這裡 你們都會進去 這裡有空洞 然後這裡是空洞路線 所以 那一條剛剛 我都會搭到一個超樓的 Ski 比較舊的Ski 在上面 然後這個空洞 是在這邊 還有這邊 所以我等一下打算從這邊 然後我走到另外一邊這邊 有一間餐廳 然後這裡後面是有Tea Bar 可以上去到山上的 差點我不太會用Tea Bar 蛤 你都沒有了Tea Bar 真的 上來到這裡 超兇的 然後我現在又到了 纜車的最下面這裡 這個咖啡 應該實在是太冷了 進去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咖啡沒有很大 但是很溫馨 然後旁邊的窗景 太美了 前面的Villy 也太美了吧 呼 前面的Villy也太美了吧 呼 呼 鼓鼻了 這裡有一個湖 就是前面那個湖 你看這裡 然後這裡都是有雪道 今天是禮拜天耶 好冷清喔 結果原來剛才那間咖啡廳沒有Wi-Fi 所以 我想說還是回來這個雪上 這邊用 它這邊的咖啡是只有賣黑咖啡 然後自己倒三歐 然後三歐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倒牛奶 這樣子 那它可以review 那就是一歐 然後就是一歐之一 成功做到第一棒第二次 哎呀 就是這樣子 勾住屁股 嗨 覺得如何 你看我真的很亂七八糟的頭髮對不對 還好啦 我覺得騎腳踏車比較慢一點 真的 這裡的雪道啊 就是很多T-Bar 然後它今天只有開一個Lift 就是大的那一個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些T-Bar的小的雪道類化 然後還有一個是非常寶 是Ski的人在 它有好像在那邊練習 它那邊寫著Training 然後我就跑到這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T-Bar那邊 我跟你們說 Lift 9我練習最多的就是T-Bar 我練了三次 第一次跌倒了 然後在這裡練第二次就上手 我就補好 然後就上去了 然後那個T-Bar超長的 然後我先看了一下前面的人怎麼用 我就用一下 好啦好啦 就上去了 第三次我就想說 嗯好像還可以 我就想來錄影 結果我就跳下來了 阿這學長怎麼樣 這學長不會太多人 完全一整條雪道 只有我一個人 我剛剛就說今天禮拜天 然後都還沒什麼人 對 都沒有什麼人欸 它有一條比較緩的 是可以練習的 然後其他的都是黑仙 或者是野學區 那些就是 比較一般人不會去那邊 就是真的很厲害的人才會去 那我們現在來他們學長外面的這個餐廳 就是在豬學區的地方旁邊 它這邊就是有Pizza 然後這邊也有其他的 好了我們點了三文魚的Pizza來了 它是薄皮的 看起來也很好吃 那好吃嗎 好吃 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有點鹹 嗯 鮭魚煙的 鮭魚煙的 好 現在換我呢 來這個新手村這邊練習 我覺得這邊不錯 就是人很少 除了人很少之外呢 它有這個新手村可以練習 然後它這邊有摩毯 在海岸的地方 你會不會吃到 那些東西 那麼多人 也會不會吃到 那些東西 就還有一種 那些東西 我們給你一次 看起來 很小的 我們可以吃到 要吃到 可以吃到 那些東西 好那今天晚餐呢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剩下幾個晚上而已 所以我們把剩下的東西煮一煮吃一吃 那妳今天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這個雪場呢 它雖然沒有很大 然後主要的雪道它也沒有太多條 然後很多teebar這樣子 可是我也是覺得蠻好玩 因為沒有什麼人 然後雪道有一些很大條 然後雪也蠻好的 雪質也蠻好的 不會是IC啊這樣子 我今天就練習了很多的teebar 所以我覺得teebar我ok了 我覺得這裡雖然沒有像living那麼大 那麼有滑雪度假村的感覺 但是這邊人相對也比較少 可以滑到的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還看到有一些 像是來自各國的選手在這邊練習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回到羅馬念米那邊 就是聖誕老倫村了 繞了一圈 才回到我們這張旅程要去的重點 對 那我們就開始吃我們的晚餐啦 拜拜 早安 然後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國家公園啦 然後我們在這個國家公園 其實腳踏車還有滑雪 然後它這裡是一個 算是比較當地人會來的國家公園 我覺得也是蠻好玩的蠻特別的 這個國家公園跟living呢 這兩個都離羅馬念米非常緊 如果說是二選一的話呢 不會選living living就是比較多電啊 可以逛這樣子 對 它整個有滑雪度假村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雪場也是比較小 living的比較大一點 它這裡比較多野雪區 可是可能滑一滑就越來 怎麼都沒有看到人 不知道你滑對不對 對 很少 這裡的人就不會太多 living人也沒有很多啦 但比較歡樂 然後比較有整個滑雪 然後餐廳也比較多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 我們這次行程的重點啦 就是聖誕老人村 對 羅馬念米 羅馬念米 GO 繞了北極圈一圈 現在我們才要去我們 安排此趟旅行的 最一開始想要去的地方 對 就是去看聖誕老人